吃饭了吗 欢迎来到星座类访谈节目 白桃星座 我还没有 一会儿吃 跟大家聊完天再吃 头发短 我头发长得很快 现在我要等 一会儿跟姐姐连个线 对啊 是不是很厉害 头发长得贼快 对 有人说我头发长得快 说明我身体好 没错 很想我 我也很想你们 现在每天就是早上十点钟 然后和老师视频上网课 最近还在想 我这个毕业论文的事情 有人说我圆了吗 但是我称 称重 其实是 没有 没有胖 也没有瘦 就是 没怎么变 那你们是觉得圆了好看 还是 还是不圆好看 我现在是一百一十二 一百一十二斤 但是我觉得体重没有变呢 就是我体重没变 我看你们是 我看你们是太久 太久没看到我了 感觉我长远了吧 没事 圆 圆也行 不圆也行 可能是因为头发短 我之前 那一阵子 刚把头发剪了之后 今天戴着帽子 因为那会儿是真的剪的有点太短了 就特别像我在 初中的时候 那个头发 就是在 这个位置 然后 因为很久没有剪了 我之前留头发 留了特别久 就是 还是 还是 放弃了 之前我就特别想留个那种 就是 大中分 然后一个这种 然后 然后之前还特别特地去 去 去烫了一下 结果头发给烫炸了 因为大家还记得 我们之前在 呃 去年那会儿 演唱会的时候 我两个月不是 剪了 剪了个 四次左右吧 然后 然后那两天连着 换了个颜色之后 就是 头发就不行了 毕业大戏 现在还没拍毕业大戏呢 现在就是 还是在 试 试 试那个老师 给我们的一些台词和角色 外套吗 两只蝴蝶 这是 诶 那个姐姐怎么还不来啊 我感觉都进来半天了 不是说要连线吗 现在我要变成单口相声了 怎么也会不出花花的世界 我只是一只酒嘴的蝴蝶 说我那个什么誓言 那个剪光头 你们真的是傻傻的 我都说了 那个就是鱼 谁姓的 那个就是鱼 鱼人节 结果真姓了 你说是不是 不过我剪了头发之后 发质变好很多 因为我那会儿就是 这个地方 就是 就是这个 发尾啊什么的 就全炸掉了 就是 就是 就很干 我记得之前 以前我就是 刘海 就是特别卷嘛 就是我小的时候 是自然卷 然后我自己买了个那种 就以前 以前就是几乎 每两三个月 我就要去那个理发店 理发店去 去把前面的头发洗直 然后后面有一次 我自己就是说 哎呀 我天天老去这样弄呢 我就 我要不自己 买一个那个东西 自己弄吧 结果一弄 然后我的 我的 我的那个 那个 头发就 全部炸掉了 就断掉了 那会儿我就是 这个头发 就是一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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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我就 这样 能直接把它拔掉 我小的时候 就是这里面 这里面都是 都是卷的 小的时候 这里面都是卷的 所以我 我现在都是 里面头发 很多都是那种 那种 卷卷的 啊 我连不过去吗 是连不过去吗 这是连不过去啦 怎么连啊 怎么连啊 哦 哦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个怎么连来着 谁想和我连麦 他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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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看到 他的那个 名字呀 是哪个啊 没看到呀 没有啊 我再找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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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哦 我要先下播是吧 不是啊 我记得是连呢 我问问看 怎么连不上啊 我没找到呀 啥 就是这边我在看二十二个人想和我连麦 但是我没有看到 关博呀 啊 对呀 我没看到 我记得 我 我记得这个流程的 就是先自己打开直播 然后点 点这个链接 点完这个链接会有人想跟我连麦 但是刚刚没有 我没看到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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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怎么了 咋回事啊 然后 天哪 我现在找不到他 我现在找不到他 等吧 好不好 好不好 他们说去问了 他们说去问了 让我们等等 对 不要急 最近 最近这个什么浅等一下 浅吃一下 这个是什么梗啊 我感觉我断网了 我都不知道 什么叫浅吃浅唱 是啥意思呀 就是 稍微的意思嘛 就是稍微等一下 你们 这 我记得那个 之前去青岛的时候 就是那个 比如说我买东西 就是 是 岛庄的 就是说 稍微一等 所以大家稍微一等啊 稍微一等 这奇怪 怎么 我 我再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 怎么摸油啊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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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 就是我自己 开完之后 然后去 就是 他会找我的 他会跟我连的呀 我刚刚在等这个 这个 直播的时候 我都在这 弹琴 就等 有头发 那个头发断了 干嘛 想让我唱歌 好吧 我等等 等等等等 等等吧 又要让我露一首 我是不是 那个啥 就是回家 回家 那个亲戚 朋友让我 亲戚朋友 让我那个 亲戚朋友让我表演节目 我有接受的 接受邀请的选项 但是 没有看到 官方微博 我 我这样子吧 稍等啊 朋友们 这实在是 对 我邀请他 我 白桃星座 我邀请你了 快 接受一下 在吗 在吗 我邀请你了 我邀请了呀 我 我直接邀请他了 你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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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终于来了 我都没看见你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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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上了 连上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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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赵磊老师 做客白桃星座的直播间 哈喽 我是小杨 晚上好 小杨 你好 我是赵磊 这个 我们都知道 赵老师是摩羯座 对吧 对对对 赵老师摩羯座 赵老师吃过饭了吗 海母油 海母油 等一下我们 就是 呃 讲完之后可以去吃饭 啊 啊 是的 对 非常 非常感谢赵老师做客 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今天也是 呃 给大家 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小环节啊 就是嗯 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摩羯座 就好多人说好官方 对吧 因为可能我们俩都是土象吧 哈哈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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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不官方的 嗯 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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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弄了半天 然后这一下进来 有点粗不及防的感觉 啊 啊啊啊 没有没有没有 大家其实都是比较耐心在等啊 嗯 对就是 呃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 就是想呃 就是邀请赵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些 关于摩羯座的话题啊 嗯 好的 好的 我第一次第一次就是跟大家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像直播这种去聊星座 其实我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你问我我就打 就是你 嗯 对对对 好的好的好的 没关系 就是你呃 说出你眼里的这个摩羯座是什么样子就好了 嗯 其实大家也比较想知道 对吧 嗯 对 我我我我我我觉得啊 就是如果我说摩羯座很好 那就代表在自己夸自己 但是如果我说不好呢 那好像也不太对 那我就呃 按理性的分析来说啊 就比如说我不说我 我说我有一个朋友 哈哈哈 好 对 我们就默认默认是这个摩羯座的朋友 好吧 嗯 就是我有个朋友 他就是呃 就是之前有一次工作认识 然后 他是做杂志的制片这一块的 然后呢 之前我做那个专辑的MV的时候 那个时候想让他帮我去做制片嘛 嗯 然后然后他他也是摩羯座 然后他是我看着他自己从就是很一开始就是在他的朋友那边去工作的 后面他自己就是独立门户开始做自己的工作嘛 然后我就慢慢看着他看着他看着他 然后他就是从一个呃员工的状态 然后能够自己独当一面 就是说我是看到他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就是规划的很好 然后一年一年一年的就是越做越好 就是我感觉就是摩羯座可能在呃工作和想做的事情上是比较有规划的吧 嗯嗯 就是呃摩羯座这个位置他其实本身就比如说像土像可能都有这个特质比较工作狂对吧 嗯嗯 那可能呃就是我们粉丝啊或者说呃我们就想听赵老师 比如说你用三个词去形容摩羯座的话你会给哪三个词 嗯摩羯座我觉得是嗯我想想看啊就是比较理性 恩然后比较比较中二 比较中二 对 恩啊 这个可能不太不太有人知道啊 比较反差我觉得 恩恩恩有反差 恩 嗯 别的 然后会比较工作狂吗 我吗 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大家老说什么摩羯座就是工作狂 但的确是它是属于工作狂的类型 但是我自己啊 就是我是摩蝶座嘛 我是喜欢去享受工作的状态的 就是说比如说我自己的工作 我会喜欢把它掌握在自己的计划和控制当中 它不是控制预长 而是它是能把自己捏住的东西能够捏住 它会比较有安全感 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 规划是吧 对对对然后又会给自己的身边的工作人员 会比较有安全感一些 嗯我也觉得就是可能跟摩蝶座相处 尤其在工作里面啊就会觉得很省心 啊对 很靠谱对吧 对反正跟我工作的朋友们就是说 我比较不太不太不太需要去担心太多事情 就是可能会这样子 会把自己的工作安排的很好 嗯对对对 嗯嗯嗯嗯对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呃 印象里面摩蝶座的样子 那你觉得摩蝶座是一个就是冰山脸吗 就是平时呃 生人物尽这种 你看我生人物尽吗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觉得挺和气的啊 哈哈啊 我感觉挺有亲和力的啊挺好相处的应该 就是就是我我以前是一个比较生人物尽的状态 嗯就是以前我就老觉得自己要高冷一点 不然人家会觉得我就是很太好太好接触或者说太太不把我放在眼里的感觉 哈哈哈哈对对对但是呢我就发现 对对对但是其实是相是需要相处的就比如说我刚刚跟你连麦的时候我就我我超级紧张因为我很久没有就是直播了然后很久没有跟大家有这样的互动了然后我就就是又紧张本来刚刚跟他们聊着聊着然后现在跟你跟你在在在在接这个电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他们就看见我就就就说我那个嘴巴嘴巴不好使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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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感觉挺可爱的 没有其实我们这边刚刚也有点紧张啊就是在互相寻觅的状态 嗯嗯嗯嗯 但是我是喜欢聊天的就是我可能第一次见的时候就说刚见面大家比如说像刚才可能都会做一些自我介绍啊之类的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聊星座或者是聊别的事情就是大家聊到一块之后我就会一直说一直说 嗯嗯 嗯 嗯 好好的啊 嗯那那平时呃作为艺人的话比如说平时在发微博或者说看到什么评论是容易被你翻牌的容易被你看到的 可以跟我们点播一下 我觉得 其实大家像平时 就是说可能就是说 蕾蕾平时 要不要发什么自拍 或者说发一些 唱歌的视频之类的 但我平时都不翻牌的 但是我会记得 我会看到 就或者说大家好像很久没有见到我 然后他们会很着急 然后我自己 比如说我也会去自己找一些时间 然后就是拍一些视频 然后拍一些照片 就是告诉大家 我自己最近是怎么样的 过得很好 不用担心 或者说 就是说 就是肯定会见面的 就不用着急 然后我这样子的 因为每个人的 像我的团子们 就是比较 比较 比较那个 他们会很担心我的一些 生活工作状态 所以 他们的担心 然后我也会看到 我也会就是 适时的给一些反馈 给到大家 就还是很充分的 我感觉 赵老师 我不知道 我是按照我自己的习惯 我觉得 我觉得是挺充分的 就我们直播间 其实也能看到 对吧 你看大家就觉得 就是很想赵老师 他们就是觉得我搞笑 让我赶紧出来 逗大家笑 搞笑啊 对 那你感觉就是 摩羯座是有搞笑的一面 但其实别人看 就是大众眼里 他可能一下子 不会看到摩羯搞笑的一面 反而会觉得 摩羯会比较长情 或者是说 他会有这种严肃的一面 对 长情 你觉得摩羯座 是一个比较长情的人吗 摩羯座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长情的人 就单纯来说 比如说自己的工作伙伴啊 还有自己的家里人啊 就是我会觉得 无论是对工作 还是对身边的朋友 亲人 都是很长情的一个状态 就比如说 我做一件事情 我就一定要盯着他去把它做好 这就是对工作的长情嘛 然后一般 比如说 跟家里人相处 然后我每隔两三天 我都会给我奶奶 还有我爸打打电话 然后身边的工作伙伴 一般就是聊得来的 然后能交朋友的 我都会跟他们 就是有很好的联系 我觉得是比较长情的 就是比较重情义吧 我觉得 重情义 责任感比较强 比如说家庭责任感蛮强的 对 感觉是这样一个 图像其实都会有这样一个特点 是的 但是我好像我的上身是处女座 我感觉我 上身处女座 我就感觉我的天哪 我要 我要 我要就是 工作狂 工作到三十四人岁 就是疯狂的 疯狂的卷自己 没事 没关系 我是处女座 我可以理解 其实 但是图像是可以理解的 是有这样的特制 那既然你觉得就是 摩羯是这样一个负责任的形象 他会有那种 比较口嗨百烂型的这一面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该摆一摆 还是要摆一摆的 对吧 你说我们今天逼着自己 就是疯狂的去工作去输出 那就是会变得很木勒 会变得很盲目的 对吧 所以要摆还是要摆一摆的 就是不摆不行 就是我觉得特别是 像我之前有一阵子 就是每天就是 就是坐在这个房间里面 然后每天在这边写歌嘛 然后然后想着就看着那个 我们有一个那个time tree 就是就是一个日程表 我就看着说我什么时间 我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要准备什么 我就因为我又做的是音乐的内容 所以我就每天都在这个地方 然后每天起来泡一杯咖啡 就开始坐在这 吃完饭再泡一杯咖啡 在在在这坐着 然后后面我就发现 我好像都忘了 自己到底是一个 就是不工作的时候状态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 就就就就 就是还是要 就是还是要适当的 叫摆烂一下 摆烂一下 嗯 但只是摆摆 可能到工作的时候 还是会比较用心 比较尽职尽责 对吧 工作不能摆 摩羯的摩羯是不会摆工作的 但是 对摩羯是不会摆工作的 只要你一提到工作 我立刻就来电了 就是这 对那赵老师 赵老师刚提到就是写歌 那平时你在写歌的时候 是属于那种灵光乍现的 有灵感的 还是会先规划一下 再去创作自己的这种作品 我一般就是 呃 偏灵光乍现版的 灵光乍现 就以灵感取胜是吧 对 因为因为有的时候写歌 虽然有一个可能 比如说你想好了 你这首歌想要写什么 但是歌词和旋律 或者说故事 它其实是需要一些灵感 就是你要去搞清楚 自己到底要写什么故事 嗯 我就觉得摆烂摆烂 有的时候摆了摆了 它就变得很灿烂了 它就不是烂了 你知道吗 对就是要free 要随性一点 明白明白 摆烂的正确打开方式 是摆着摆着就灿烂了 对 就是 对 你就是 我每天在这个房间 我也不干嘛 我就是 就弹弹琴 然后呢 弹弹和声 想想我要写什么样的歌 但其实我可能一天坐在这里 什么东西都没有出来 但是 我需要灵感 那灵感就是需要你去 不去做什么样的一些 预设 才叫灵感嘛 那不然怎么讲 就还是不要太刻意了 是吧 对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老按照什么工作的模式去走 或者说 一个 一个完整的体系去走 但是其实 有的时候我觉得 适当的摆一摆 它反而会让你得到一些营养 嗯 就变得比较灿烂嘛 对对对 我前两天 前两天我就是 本来我下午就是想好了要回去写歌 我那会儿刚就是从学校边上去看那个钢琴嘛 然后我就走走走 走到了就是学校边上的一条小弄堂里面 然后看到了一个一个卖钢琴的一个一个六十多岁的一个男人嘛 然后我就进去 然后我就说哎 这个琴是什么什么牌子的琴 然后这个琴我就一个一个去听听那个声音 然后后面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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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就出来 他出来之后他就跟我聊天 他就说哎 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就是是上映的学生 然后呢 我要我要我要就是看看琴 就是因为自己就是感兴趣嘛 然后他就跟我聊了特别多 就是在就是在上海这边的呃 就是七八十年代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他自己是做就是音乐音乐听演出的这种呢 就是我就跟他聊了好多好多好多 我就发现那我其实那一天本来计划要去 要回家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反而很喜欢这种跟陌生人的交谈 因为一聊我就感觉哇 那天收获很满 就是我的平时的这种比较规整的生活里面 有一些这种小的惊喜给我 意外 嗯 对对 嗯 这这会给你灵感吗 这样子 这样的生活 我觉得无论是他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个作品还是什么 他能够让我治愈 嗯 对 他治愈我 就是那这一次交涉就很治愈我 我就觉得 呃 大家其实很运 就是会一起聊天 能够呃 去抒发自己对对音乐的喜欢 抒发自己对于呃 这个现在音乐的这个状态 还有自己怎么去喜欢的音乐 然后了解的音乐 我觉得就很好 嗯嗯嗯 嗯 那呃 赵磊老师就是你比如说呃像你刚刚说的在工作里面会很认真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你会就摩羯座啊 他会出尔反尔 一般摩羯应该不会这样 摩羯座出尔反尔 嗯 嗯 我觉得摩羯座一般是不会出尔反尔的 嗯 答应了什么事情我就一定要去完成嘛 嗯 嗯 除非是打破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个要求可能打破了我自己的计划 会让就我就会考虑说这个事情我OK就是就是会这样子的 他们就说什么我之前说我要剪寸头啊没剪 我出尔反尔拜托你打就是我只是瞎说的没有没有这是打破了我的计划的事情no no no 对不可以打断计划 对对对嗯是好呃其实刚刚这几个小问题是我们比较想知道的就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摩羯座呃接下来我们在生日 深入了解摩羯座看一下就是呃大家不知道或者是说刻板印象之外的一些摩羯座是什么样子的嗯 就是就还是有很多人像刚刚赵老师也提到呃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会特别用心特别尽职尽职尽职而且也不会摆烂那他们就会觉得给摩羯安一个 安一个刻板表现就觉得摩羯就是一个工作狂他工作就是排第一的他其他别的都不会在乎或者是不会管这个东西 嗯嗯我其实是觉得我自己的经历来说的话呃曾经我是一个就是每天扎在这个就是我的所有的脑袋里所有的线全部都是扎扎在这个工作当中的嗯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摩羯座在自己某一天吧可能都会想到 嗯说我是不是需要去去把这个线稍微就是放到放到生活上面去就是我觉得要相结合就是结合自己的工作的状态 嗯然后自己的压力然后去适时的找一些出口 因为我之前就是发现我为什么写歌有的时候没有灵感的原因就是就是我发现我每天都太太规整的在在安排我每天的时间了 嗯但是呃这样的话呢我就会有很少去跟人交流去去出去吃饭然后去去聊去聊天去从别人的身上汲取所谓的精神食粮 嗯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摩羯座虽然是工作狂但是每一个摩羯座应该都知道怎么去去去去结合这个东西不然我们不然我们摩羯座在大家眼里都变成一个机器人了对吧 是有点机器人机器人他们就会觉得很像一台无情的工作机器 嗯但其实大家可以看就赵老师的这种状态可能也是很多摩羯的状态就是需要把工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 对对对嗯对嗯我我我我那个我的粉丝就觉得我是个机器人每天每天就是就是说哎呀怎么又是在干这个又是在干那个的嗯嗯对但是工作使我快乐对嗯有的时候工作使我快乐但当工作变成了不快乐的事情 嗯那就要想想办法了嗯特别像我像我这种是把梦想变成了工作那梦想和工作弄在一起之后它有的时候会有很多出入的嗯 你对梦想的幻想它落地到了现实的工作当中它它其实是有很多这种心理的博弈的嘛 嗯是那赵老师会怎么去分配时间呀比如像你刚刚说的就怎么去分配工作呃生活的 这些时间会做一些规划吗嗯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比就是呃工作安排已经比较密的这个情况下就比如说呃我几号到几号每一天都在外面工作 那我在这几天当中我会全身心的去把我工作做好但是如果我是在比较自由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会在就是说我明天想做什么 我明天想写歌好那我明天就先写歌嘛那如果我觉得累了那我就去出去走走或者说我去外面喝喝个饮料 嗯嗯嗯会做一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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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经济团队能就是帮助到了我这一件事情 因为我老是就是 就是我对所谓的去游乐园 或者说出去玩 去放风 去公园 就是我完全提不起兴趣 没有兴趣 对就提不起兴趣 但是就是后面 就是跟工作团队接触之后 他们说今天我们要不要去做点什么事情 然后比如说放风筝 去做手工 然后我接触了之后才开始 就是说哎我还蛮喜欢的 但是其实自己的话 我又比较就是不会去 就是说我自己是比较难以 难以去接触或者说提起这个兴趣去玩 但是身边的人如果说 哎你要不要去 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就去吧 就是我是愿意尝试的 我愿意去尝试外面的这个新鲜的东西 但是自己可能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 我就不喜欢 啊明白了 就你看我们就是直播间的宝宝们 也让赵老师就是多去尝试 多发Vlog 对对 已经拍了拍了好几期了 啊 今天我们就期待一下 那赵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最近比较有趣的事情吗 就是比如说在生活里面 或者是在创作里面遇到的一些 比较就是让大家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很觉得有意思的 最近吗 最近 最近我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哦 哦我想起来了 我最近打算就是研发一个新的菜品 就是 嗯 对 就是做鸡蛋饼 然后我家里寄了那个 就是四川的腊肠给我嘛 然后 赵老师 嗯 对 然后我是打算拿那个鸡蛋饼里面 加那个四川的腊肠 就我是 因为 因为很多鸡蛋饼里面不是有香肠吗 我说那我就放放就是家里的那个腊肠试试看 嗯嗯 开始尝试了吗 还没有 就是我想想到了这个事情 嗯 到时候 到时候我如果做做成功了 我就量产 哈哈 量产 然后给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啊 对 我会给大家看的 我会给大家看的 我肯定会拍一个视频来 感受一下我做的这个 有人说是黑暗料理 没有 他们都瞎说 你们知道那个 我家里那个四川腊肉跟腊肠 有多好吃吗 嗯 这个有听过啊 嗯 很好吃的 可以可以 可以 大家可以 就是蹲一下赵老师的新菜品 嗯 对 菜品 对 好 那 呃 赵李老师 你感觉就是摩羯座的人都是很自律的人吗 摩羯座 自律 对 有了解到 嗯 平时可能赵老师会有健身的习惯 嗯 嗯 对 我现在 每天都要去跑个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步 嗯 因为我之前健身就是特别的 特别有挫败感嘛 就是我瘦得特别快 嗯 然后我现在就是 对 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说我如果 就是在家里面坐着 那我是一定要保持自己的那个新陈代谢和运动的 嗯 所以一般下午就会去跑个一个小时 然后有点汗 然后 嗯 然后回来洗个澡 感觉哇 好爽 就这种 嗯 嗯 就是就很多人他可能他可能跑了他他受不了啊 他没有办法 赵老师还开始拉仇恨啊就还是会比较自律的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像一般自律我觉得体现就是在你对自己的生活上面够不够有热情 就是你对生活很有热情的话那你一定会自律的 嗯 就是答应自己的事情一定会做到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 比如说我每天要敷一张面膜 然后然后 呃敷面膜之前要做什么样的护肤我都会想好 然后明天要要要跑步或者什么的 就是我都会提前想好这件事情 嗯 嗯 就真的挺自律的 那呃刚刚我们可能大多数了解的还是比如工作生活 那赵老师平时就是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想知道的关于摩羯座的 嗯 嗯 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是一些我我我这个人就特别的随性啊 就是可能是比较比较难去比较 我刚刚说的就是比较比较两面性或者说比较二的一面 就是说我感觉我们在聊天这个话题如果我不是特别感兴趣的话我就会在边上坐着我就不说话了 但是如果聊到一个我感兴趣的话我就会一直聊 嗯就很化老是吧 对对对我不会我不会强行去加入别人的话题当中 嗯我会听对 但是如果是呃聊到我的事情聊到我的工作或者聊到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去聊 嗯嗯 嗯 就就可能呃外人人的眼里看不到摩羯化老的这一面 就呃呃据我所知 摩羯还是有这种很化老 或者说跟朋友在一起啊就不光是化老 可能还挺仗义的 嗯 因为呃我感觉啊就是摩羯座他 在平时是一个样子 比如说在工作里面 你说会比较自律什么的 但在对朋友的时候 摩羯座它可能会比较省心 很靠谱 如果有一个摩羯座的朋友 我会觉得 非常就是人生 会多了一个人生导师的角色 就摩羯可能会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但是不会邀功 我觉得也没有人生导师了 就是尽我所能嘛 就是说如果有朋友 他想要让我去帮忙 我肯定会尽全力去帮他的 只是说 就是说大家一般都 一般很少有人会去 就是去求摩羯座的人去帮忙 其实我感觉 但摩羯座会有求必应吗 我觉得请摩羯座帮忙 是很靠谱的 如果能完成我肯定会的 就我自己 对但是一般很少会有 我反正我身边的朋友会比较少 就是说要要说 雷雷我这边怎么怎么样 可以帮我做什么什么事情 就一般来说比较少 但是除非是有一些就是 比较困难 或者说他真的就是比较难解决 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我自己的朋友 可能是这样子的人 嗯嗯嗯 就是不喜欢给别人找麻烦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一般需要我帮忙 我肯定会去帮忙 嗯 而且我会比较 就是理解他们的一些 就是辛苦或者说比较难的状态 嗯 所以能做的我都会去做 嗯 而且我觉得摩羯座可能还很可靠的一面是 就你可能帮了对方 但是你不会说 就你可能会默默的把这个事情给他解决好 然后你也不会说是你看我帮你干嘛干嘛 他可能不会去邀光 或者说真正把这个事解决之后 对方才会感觉到 我这个朋友很贴心 嗯 安心 嗯 是的 但是就我要为摩羯座就是 就是说两句啊 就是虽然在大家面前 我我们这些摩羯座都是一些比较安心 或者说比较放心的人 但是有的时候摩羯的安心 和放心会让大家忘记了他的困难 或者说忘记了他的他的辛苦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 哦这个人很工作狂 这个人很很努力 他一定能完成什么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 我可以理解 对 完全可以理解 对 但是呢 很多人就会忘记所谓的那种好 就是说你给的多了 或者说你觉得在他那里索取的多了之后 他就会变成理所当然 但这个理所当然 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会变得 有的时候变得会变得被动 就是我不希望自己变得被动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难去转变的 就是很很 就是人家会觉得哎你干嘛 又又又 就是他会觉得你的拒绝会变成了一个错误 所以我明白 对所以我觉得帮助别人是好事情 但是你一定要考虑好这件事情 是不是需要你去帮帮助的 嗯嗯 明白 我我可以理解啊 因为就比如说呃 大家会给摩羯贴一个标签 会觉得哎你做事很靠谱 那么你十次有九次做事情都很靠谱 大家就会觉得你下一次也应该这样 但是他其实忘记了就是摩羯 这么多次靠谱都是全力以赴才做到这样子 不是理所当然的 对对对对 对对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啊 就还是要就是要这个换位思考一下 是的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摩羯座可以帮忙 但是但是一般你收到好人卡 其实会其实是一件比较难过的事情 是是嗯嗯明白嗯嗯嗯好 嗯这个是是摩羯作为朋友的一面 就是呃赵老师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 就是真心换真心吧 就是摩羯给了你真心 其实你也要去体谅一下 嗯对对对 那呃那赵老师觉得就是摩羯做事情 都这么井然有序 在别人看来就很卷 很卷 怎么看待就是这个很内卷的情况 嗯 你说我卷那咱们就一起卷一卷 一起卷 对啊 就是不反驳 你卷我我接招 我卷你那你也接招 你别说我卷啊 你也来卷卷我呀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就是就是不否认啊 哈哈不否认 对因为我觉得摩羯做都是大家说工作狂嘛 他肯定不会让自己停下来的 嗯 能够做到的事情他一定会去做的 所以 所以就你说人家卷 那就代表你觉得他很厉害呀 那你就卷卷人家啦 对不对 让他卷我 对 嗯 好 嗯 那最后就是别人可能对摩羯有这么多误解 或者说会给摩羯安一些这种标签 我们想请赵老师帮摩羯平反一下 平反一下摩羯冤案 摩羯座真的很好相处的 他不是高冷王 他我觉得摩羯座就是外热内热的人 对 然后呢 外冷 外热内热的人 我觉得 外热内热 对 你表面高冷只在那一秒钟或者十分钟 但他不会一直 就一秒破功 对对对对对 反正我是这样子的 嗯 好的 好 那就是我们了解到就赵老师 呃 个人实体专辑发布了 嗯 最近 嗯 那你目前感觉自己心情怎么样 目前感觉我也还没收到实体专辑 对 哦 还没收到是吧 对对 因为当时是呃 说大家有的话是在四月左右的时候会是会会会会发嘛 会发货 嗯 对 我还没收到 我只看到了跟大家一样的就是那个那张图 对 但是我自己自己呢又又又又又做了那个那个包嘛 然后我因为那个包为什么我会有呢 他们就特别羡慕我 是因为这个包是很特技的 那这个包我得收到看它的材质哪里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我要反馈 对 所以我才会有那个包的 嗯 所以大家耐心等 耐心等待一下 对 耐心等待 耐心等待 嗯 嗯 好 好的 呃 那接下来就是呃 我们也给直播间的小伙伴带来了一些福利 嗯 就是呃 很多很多小伙伴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他们也可能也很久没有听过你唱歌了 嗯 对吧 我们都知道赵老师唱歌很好听啊 可以满足我们 就是也需要吗 就是我们一些要求啊 就是简短的唱几句歌可以吗 好啊 好啊 我我刚刚不是说我这个衣服是两只蝴蝶吗 哦 然后我刚刚前面在无聊的时候 本来说今天要准备一首 就是呃 就是我自己自己的歌嘛 但我觉得反正唱都唱了 不如整点就是不一样的 我就把两只蝴蝶的这个歌 做了一个改编 就是我刚刚弄着玩的时候 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 好 好的 好的 嗯 来啊 嗯 你们听得到钢琴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 好 开始了啊 亲爱的你慢慢飞 相信前面带刺的玫瑰 亲爱的你长长嘴 梦中花香会让你沉醉 亲爱的你跟我飞 穿过森林去看消息水 亲爱的爱跳个舞吧 爱的春天不会又停泪 我和你潺潺绵绵绵翩翩飞 飞越着红尘涌香随 追逐你一生爱意愿我千里 辜负我的热情你的美 哇好棒啊天呐 就是我刚刚直播之前的时候 就是谈着玩的 希望大家喜欢 嗯很喜欢大家喜欢吗 好无声的喜欢 你看你看你看好热情看看 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很棒 嗯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赵老师 嗯 他的新歌啊大家可以蹲一下 嗯没有听够的就是就是可以继续 继续蹲一下 嗯大家蹲一蹲 我一定努力努力写歌 那么多支持 嗯好的 今天呢其实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两张赵老师的签名照 嗯嗯嗯 对我们可以今天可以抽两位两位宝宝送一下我们的签名照 嗯等一下呢就是由赵老师喊停 然后我们直播间的工作人员截取 然后抽两位粉丝 好的 嗯抽两位粉丝呃来送这个签名照 大家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刷摩羯座三个字 然后由我们赵老师来喊停 好的 好了 准备好了吗 来来来 嗯大家先刷起来啊 刷摩羯座 对刷摩羯座 好 摩羯座 三二一停 好 好 有了吗 有了 好的 恭喜我们的这个笨蛋小敲 是念敲吗 铁敲的敲对不对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啊 这个是一个日文 嗯 好的 T Ti 这是一个日语啊 我不太会读这个 恭喜这两位宝宝获得了我们的这个签名照 然后等一下呢 嗯 这两位朋友可以去私信我们白头新作的后台 这个签名照呢会在四月份大概四月上中旬的样子发给大家啊 大家可以耐心等一下 嗯 没有抽到的也没关系 你们会收到实体专辑的 啊 没有收到的大家就蹲一下赵老师的实体专辑啊 嗯 嗯 刚没有听过的也都去都去支持一下赵老师的新歌 好吧 嗯 好的 努力铲出 好的 我们都是最棒的 啊 好的 嗯 今天就是非常感谢赵老师来到我们白草新作的直播间跟我们聊摩羯座啊 就是我们也嗯 知道了一个不一样的摩羯座 就是希望赵老师的专辑 大麦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 呃 跟你聊天很开心 嗯 好的 我也很开心啊 谢谢赵老师的歌啊 拜拜 好 拜拜 传者们也拜拜 拜拜 拜拜 我要去吃饭了 传者们拜拜 拜拜 拜拜 饿死我了 拜拜 拜拜 我挂了啊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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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